9点K媒体 媒体经营的处境 欢迎赖老师 是 博动主播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们首先关心这则 NCC上个星期认定中天新闻台 有多则的报道 损害视听权益 违反事实查证 那么总计重罚台币100万元 此外还点名中天 大量播放韩国瑜的新闻 涉及营运不当 那么损害订户的视听权益 如果没有信息改善呢 也将会开发 还扬言必要时 要撤换新闻部主管 其实在谈论这起事件 始末和影响前 昨天下午震撼台北政坛大事 就是NCC的主委 詹廷怡传出已经请辞获准 不过有不少人说是被请辞 根据他有人的说法 詹廷怡正是对这一次 NCC开罚中天的处分不满 因为他认为这已经违背 他对于言论自由的 核心价值认定 记得三月中旬 NCC被苏葵撂下中话之后 詹廷怡后来接受网络媒体 叫做性传媒的专访 是他坦言说 就是因为讲了太多 政治不正确的话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那么最后被问到 去了问题 他当时就脱口说出了 会做到他可以做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想讲老师 你觉得现在 他真的已经完全做不下去了吗 是我想 这一次詹廷怡前主委的请辞 确实让人家 有一点意外又不意外 是 那为什么说有一点意外呢 因为先前詹廷怡主委 在立法院接受民进党立委的质询 或者说炮轰的时候 那当时他也展现出了相当的风骨 就是说他认为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 你不能随便去做限制去做打压 而且呢 事后那他也都说他会做到他的任期结束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差不多半个月前 行政院长苏贞昌炮轰NCC后 那么詹廷怡对外的说法就比较低调了 那可是呢 就算是这样子 一般也还认为说 以詹廷怡的这个意志力 他应该会做到任期结束 那昨天确认请辞之后 那大家说意外是因为 本来以为他会做到任期结束 那说不意外呢 又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连民进党的行政院长苏贞昌都讲话了 然后民进党的很多立委 已经发动连署临时提案 要要求苏贞昌策换詹廷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詹廷怡的下台好像又不意外了 是 我们来回头看看 这几句说是NCT成立 13年来首度对媒体下重手 这些被认定所谓的违规事实 包括了蓝银三位市长合体 那么天空出现了凤凰展示的异象 还有韩国瑜访问星马 报道提到了 直击我住新加坡大使 其实代表了 机头忙碌回报 甚至协助盯场 这两则新闻呢 各被裁罚了40和60万元 那么内容全都和报道韩国瑜有关 再加上那句 必要时撤坏新闻部主管 让很多媒体都感到不寒而栗 像这样的裁处 老师你觉得 能说不是针对特定对象 而祭出的政治打压吗 我想NCC最近的做法 有几个部分是引起质疑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 很多人觉得不公平 你为什么冲着中天 或者是望中集团而去 今天中天电视报道韩国瑜太多 我相信大家也都同意的 真的是报道蛮多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第一个 有没有规定不能报道太多 如果没有 那你凭什么罚他 因为我们是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就是说 任何的处罚 他必须有法律根据 你不能因为今天 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讨厌 我就处罚他 除非你法律有规定说 他什么行为讨厌 比方说假设有个人闯红灯 那我们规定是不能闯红灯的 所以他闯红灯就要罚 那如果有一个人 他过马路的时候 他过马路一边跳舞 有规定不行吗 如果没有 你不能因为说 你过马路还跳舞 让人家看得不高兴 所以我罚你 这就不对了 那今天NCC去罚报道太多 有没有法律 明确规定不行 这是第一个 所以民主国家是 有些行为要讨厌 或者你觉得他没品 没品不犯法 你不能因为人家没品去处罚 那第二个 当今天NCC说 中天新闻大量报道韩国瑜 或去报道一些什么 怪力乱神的事情 请问 台湾的电视台只有中天新闻这样吗 别的台没有吗 很多民众就会直接说 你是不是不公平吗 那第三个就是 你的裁罚的手段 合不合乎比例原则 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那么NCC应该把这三个层次的问题 都讲清楚 那么外界才会觉得 NCC的处罚有道理或没道理 那今天不是 今天说罚就罚了 然后罚的背后的逻辑 跟法律的基础没有讲清楚 那你就难怪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没有错 其实程玉老师分析 说起来我记得 赖老师已经替大家上过很多次课 最起码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那些处分的标准 不能够蓝绿有别 对不对 那么不过有很多网友随即立刻提报说 比如说某深绿的电视台报道说 赖神接个魁 那么天空出现巨龙红光 还有另外一家同属三名字的平民媒体 在2015年 就是年底大选前 一则发自台中的报道 还出现过像这样的标题 就是神奇的一刻 牧师联手为小鹰助导 天空洒下盛光 程玉老师刚刚的分析 为何这些都不需要开发 那么主管单位 是不是也应该一并解释一下 怎么会这样大小眼呢 是啊 因为就是说 我们电视台里面的 怪力乱神的事情 坦白讲何止刚刚讲的这一些 太多了 甚至前一段时间 还有那种比电视连续剧情节还稀奇古怪的 比方说今天如果拿两个真人物不愉快 然后就有什么算命的 就是说他们什么上辈子是什么天上的谁谁谁 那更夸张了 那我们也没有看到主管机关去关切跟开阀 那今天很多人 很多人并不是要帮中天新闻去辩护 而是说这样的作为 主管机关有没有做到真正的公平 这是我们大家所在意的事情 你今天NCC是国家 人民纳税前缴钱成立的政府机关 它不是任何政党的附属机构 所以它应该要公平 那变成说好像你不喜欢的立场跟你不一样的媒体 你就拼命的检验拼命的罚 那么立场跟你相同的媒体 好像怎么做都没有事 我觉得这样不公平的做法 也难怪会让民众对于NCC感到不满意 是 其实我们更担心的是 那么这起事件产生的社会效应 是不是已经开始发酵了 像是有台大学生在脸书社团发起 不得在校内餐厅播放中天新闻相关的投票 中大学生餐厅也爆发 有学生和外籍人士抢夺遥控器事件 甚至还有人在脸书发起了 新闻频道转台运动 号召民众调查在地餐厅和小吃店 是不是有只看特定频道的状况 还要求网友要走入店家 要求转台 如果被拒绝就劝告 同时要加以回报 这则同样是来自所谓的三明治的报道 甚至还提到说 有一份名为统媒在哪里的网络地图 在陆续增添内容之后 已经正式上线了 说是要立抗这些统媒 对台湾人民的洗脑 怎么办 好像感受到有一股 中国大陆红卫兵运动开始前的氛围 像这样下去 老师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我觉得基本上发起这样的运动 它本身对于民主可能不太相信 比方说 什么叫做对民主不太相信呢 就是说第一个 你担心 我们姑且不讲旺中 今天就算是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 在台湾播好了 那你担心呢 有人看了中央电视台之后 他就会被洗脑 那就表示你不相信民主的力量 你觉得大家在台湾生活了这几十年 那么我们确切感受到的民主生活的价值 好像不够强而有力 以至于他可能在台湾生活了20年 30年40年 可能看了一小时的中央电视台 他就被洗脑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 当然是对台湾民主是没有信心的 这不可能嘛 那第二个 今天要对于台湾的任何的新闻媒体 而且是合法的新闻媒体 你要发动抵制 某种程度上任何人发动抵制 我们也不能说你不准发动抵制 那我要讲的是这种抵制行为 某种程度上跟我们过去所一再认为 不妥当的霸凌行为是一样的 今天如果我们住家附近的早餐店 他看的是偏绿的媒体 或偏蓝的媒体 然后我就要发动民众去抵制 我觉得这个行为一方面不民主 另外一方面还是 如同我刚刚前面讲的 对民主没有信心 大家怎么会怕说 比方说我跟伯仲主播是好朋友 伯仲主播你在看自由时报 你会不会被自由时报洗脑 你在看中天新闻 你会不会被中天新闻洗脑 这种质疑本身就是不相信 伯仲主播的智慧跟判断 所以我觉得 然后我跟伯仲主播讲 你在看 你在看我以后就不跟你来往 这不但是霸凌 而且是情绪勒索 这种行为其实是非常不恰当的 我认为一个比较健康的做法 应该是 如果你担心别人看了 比方说任何一个媒体 说这个媒体的观点不一定正确 你可以跟他讲 你可以看看别的媒体有不一样的观点 我必须讲 我大概国小我就比这些人厉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开杂货店 那杂货店什么报纸都卖 所以我从国小我就发现说 每个报纸讲的内容都不一样 你不能相信任何一家报纸 你要从不同的媒体中去找到正确的观点 所以我从国小我就不会认为说 某一家报纸讲的一定就是对的 那现在很多这种发起这些运动的大学生 他似乎就是担心别人会认为特定媒体讲的是对的 因此被洗脑 那所以呢还要发动这个群众的运动 姑且不讲 这些所谓的禁止在校园餐厅看某某电视台的 这样的一个连署 法律上也没有效力 就最起码在民主的这种价值上 在社会的容忍不同声音的这种多元包容上 恐怕都还有在努力的空间 所以老师的分析 其实也可以发现到 我们这些年轻人也不太信任所谓的新闻自由 对不对 因为其实台湾目前不是一个 这个媒体被封闭被管制的社会 对不对 那么成绩老师刚刚所分析的 你不喜欢看这个你有其他转台的权利 每个人都知道哪些是 你想看的 或者是可能和你的坐标向线比较类似 比较吻合的这样的一个媒体 你大可以去选择 你何必用这种方法 一方面你觉得可能会被洗脑 再者你也觉得你自己相信那套系统 也需要去发挥它的影响力 换言之也是另外一种洗脑不是吗 对啊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可以 可以要求特定的新闻频道 在餐厅或在哪里 在校园餐厅不准播 那我们明天是不是可以要求 特定立场的教授 在校园里面不准上课 不准讲话 我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 对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的打压 我还是再次承认 很多人的言论 很多新闻的内容 讨厌 没品 但是 没品 讨厌 只要他不违法 他都还是在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的 容许范围之内 最近还有人发动什么 什么叫新闻 没有什么制造垃圾 是没有错 我必须讲 那垃圾是由谁决定的 我认为这些朋友 可能对于言论自由的发展的历程 特别是对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怎么捍卫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 在过去的这种很多重要的判例 完全都欠缺了解 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判例 是美国一个色情杂志 叫做浩瑟克 哈瑟 那么当时候美国政府也要取缔他 说他里面的内容太荒谬 结果联邦最高法院判定 哈瑟这个杂志是胜诉的 这个真实故事有拍成一部电影 叫做情色风暴1997 我认为这种强调什么 新闻没有制造 不能制造垃圾 或者是要在校园餐厅禁止播 特定新闻媒体的这些朋友们 不妨先看看这部电影 情色风暴1997 我相信对于他们认识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会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有人认为 相关的发展或相关的氛围 也可能导印于 特别是小英政府 他对于目前整个环境 整个媒体的言论 对他目前执政成效也好 或者他寻求连任 好像相对比较不利 因为有人说 小英全力谋求连任 好像还不止针对 蓝营的媒体下手 就连被视为立场侵侣的民事 也爆出内斗 相关内斗还正式扶上台面了 我们知道郭备宏 吴玉锦被名头董事会 解任董作一职 那么民事昨天还召开临事董事会 选出了21期新任的董监事 和两位监察人 那么确定由王明宇当选董事长 原本遭解任的董事长郭备宏 根本就退出了董事会 像这些绿营内部的派系斗争 外人可能无从智慧了 不过大家不能不忧心 这些意图染指媒体 以便有朝一日 是不是能作为政政工具 甚至排除异己的政治私心 那么他对于社会危害程度 会不会也不亚于 他们眼中的统媒呢 像是其中被视为挺国派的政论节目 大家应该都看过 叫政经看民事 有人怀疑说 未来何去何从 可能也出现一个大问号了 格外让人浮现出很多的联想 不知道赖老师 你怎么看待这场 可以说是茶壶内的风暴 我觉得这个个案提的 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说 台湾现在的这个媒体 当然大家在讲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某种程度上 其实也是骗人的 我们一般民众哪有什么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 其实就是大媒体老板的自由 特别是刚刚提到 民事的董事长 昨天改选 换了原本的总经理 王明玉接任董事长 接任董事长 之后 包括民事的一些节目 例如 彭文正教授主持的 政经看民事 会不会被更换等等 这个一方面 我们当然尊重 这是民事的 董事会的决定 跟民事的 经营团队的决定 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到底一般民 就一般民众怎么看待 新闻媒体的改组 那这是是不是 是不是真正 新闻媒体是可以代表 一般人的心意跟想法 我们常讲说 台湾的整个媒体制度 是选美国 也就是高度的资本主义化 那高度的资本主义化 既然是高度资本主义化 原本上就是老板高兴 他自己承受后果 那我们都尊重 所以包括民事要怎么做 政论节目 中天新闻要怎么报道新闻 我们其实一方面尊重 一方面一般民众 除了转台之外 你也没有别的方法 可是呢 我们要不要考虑 学学日本的NHK 或者是英国的 这种国家广播机构 DBC 对那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整个去改变 大家看不下去的 台湾的媒体的幻象 台湾今天如果我们觉得哪个媒体很糟糕 其实你抵制它是没用的 因为它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整个制度 你制度不改 你把特定天台关掉了 一方面打压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 一方面你没有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源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那到底台湾的新闻媒体问题要怎么解决 这个恐怕比谁来当总统重要多了 因为刚刚讲说 这个是不是因为谁为了要捍卫总统权益 哪个边才又想拱谁当总统 因此如何如何 坦白讲 谁当总统是一时的 台湾的新闻媒体制度 它的影响力比单一总统绝对大得多 可惜很多人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根源 是 好 您正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九点不一样 每周三为您安排的九点开媒体 这个星期我们关切一连串 从NCC重罚中天电视台 引发的政府紧缩新闻自由的疑虑 以及事态是否已经在大学校园 引发大规模抵制特定媒体的行动 以及这些发展 是否可能导致NCC主委挂光而去 那么这个相关的 攸关台湾民主进展议题 今天非常感谢赖湘伟老师 带来一针见血的犀利批论 谢谢赖老师 谢谢您 谢谢